母语者会是 所以我们会教很多东南亚的语言 然后最近3月1号会是柬埔寨的初级班长 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 然后很多人都会来书店就会问说 那来这边的外国人多吗 就是会说来这边的移工很多吗 就是看一下你的旁边 就是一个外国人都没有 所以我们礼拜日的时候会去 就是台北车站的大厅摆书摊 因为那边 那礼拜日的时候会相交比较多人 然后所以就是在那边借的话 就是不用押金 就是免费的 所以如果你有认识移工朋友 就是可以跟他讲说 可以到台北车站借 然后下午1点开始到5点这样 对 然后今天是 我是这个书店的长工之一 我叫长工T 然后这个是智瑞 然后就是他是最近在来 他在荷兰读人类学的研究所 然后他最近要来台湾三个月做那个调查 然后是针对在台湾做社会企业的年轻人 就是他的研究的主题这样 所以他长度在那个男视角三个月 然后他就来书店之后 我们就因为我就是很喜欢 很喜爱看韩剧跟韩国节目 我家这花了一万个小时 有哦 就是那种专业的时间去看很多这样 所以我们就每天在聊天 然后就觉得 哦那我们就设定一个主题 然后今天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是很初步的 就是大家对 因为现在电视台 不是有很多韩剧韩国节目 所以大家对韩国会有很多 不同的刻板印象 解决说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整形之类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 就是以这样的主题为发展 然后主题叫做没关系不是韩剧 就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很喜欢看 没关系是在行这部韩剧 所以定的这个主题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太懂这个主题 那接下来就换智瑞自己介绍 好 那你拿来口罗 对 他 哦 好 好 一 我 我好紧张啊 大家好 哈喽 我叫吴智瑞 不好意思 有时候我的中文不太流利 然后我说韩文 他会帮他会帮我翻译的 嗯 所以如果你有不了解的话 就告诉他就好 哈哈 啊 我是呃 今天的讲 今天讲座的人 讲者 讲者 嗯 韩国人 哈哈哈 可是我是不是在韩国的韩国人 明明就是我在我在台湾 然后三个月就回去荷兰 然后 我以前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在日本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不是住在韩国的韩国人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自我介绍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关于韩国的东西 然后就写出来这个 所以我以前是在日本住过的 现在不住在韩国的 然后以后没有兴趣带在韩国的韩国人 然后我对我有时候对自己也有很多好奇 我是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然后来到台湾以后 很多人问我韩国文化的时候 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因为我对韩国文化其实怎么都没有那么多 然后他今天很尽量跟我说 你可以作为非典型的韩国人可以讲一下 韩国真正的或者我了解的韩国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参加那个之前 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对韩国的印象是什么 有什么印象吗 每天都要讲一句哦 很清楚下去 OK 来就从后面的那个小姐 就是你就是你对就是你 好好好讲 我喜欢吃Kimchi 很好下一个粉红色小姐 就是你就是你 我还有一个我 白色小姐 我跟她的那个 她们的宫廷剧 剧本都不一样 宫廷剧 宫廷剧是什么 古装剧 古装剧 李蒜 李蒜 大肠鸡 他这个台上 懂了懂了懂了 那种的古装剧都长得一样 好像没有变 OK下一个 呃 穿英国风格都很漂亮 穿一环 好 好有一个原则 大家讲话快很准 好不好 我们很 我们没有时间哦 好来下一个 我去逛街的时候 觉得他们那个穿衣服的 那个model 嗯 很奇怪 好小 好小 好 都很瘦的感觉 OK 好下一个 就你 我 不是不是 哈哈哈 来 sorry sorry 下 下班族 下班之后还要一同 啊 像 还是一直喝烧酒 对对对 下一个 很多大企业 大企业 好大企业好下一个 我们这边可以 你可以跳过没关系 然后再回来我问你 pess 就可以了就是你 就是你 吃东西都吃很辣 很好 下一个俊慧 化妆 化这样的啊 女生的化妆 OK 后面那张是啊 要讲一下你对韩国人的印象 好 等你休息 好 很会打电动 很会打电动 哦 很会喝酒 很会喝酒 很团结 很团结 还有你 Joyce 这样不行 哈哈哈 这是最不好的 最好的示范 哈哈哈 好下一个 嗯 这个不是 这个你不用 不要我陪倒 就是 想一想 你的那个印象 是从哪里来 就自己想一想就好 好 那下一个哦 那你对台湾的印象是什么 这个不用陪倒哦 哈哈哈 这个不用陪倒 哈哈哈 可是 嗯 因为 作为外国人 我也有对台湾有一种的感觉 或者是印象吧 然后我也很经常想一想 我那个印象是从哪里来的 好 我对台湾人的印象是这样 很亲切 喜欢日本 不喜欢中国大陆 不会吃辣 不太会吃辣 还有想帮助别人 喜欢聊天 好等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 他刚刚忘记讲 就是他以前大学四年 他中文为什么做好 是因为 他大学四年是学中文系 然后之后他有半年都在北京 所以他的中文就是非常流利 跟他聊天就只要FB的话 就是打中文就可以了 哈哈哈 然后可是就是 就一二三四五六 我觉得 倒数第二个 倒数想帮助别人可以讲一下吗 哈哈哈 因为我到台湾 就给你一个距离一下 我喜欢打王球 可是在台湾 找打王球的地方 我觉得很难 然后有一天 去了一个公园 有两个阿姨跟有一个 阿姨跟大叔 大叔 大叔在那边打王球 然后我看着他们 因为我没有工具嘛 我看着他们 我然后突然那个阿姨说 你是不是对 打王球 王球感兴趣 然后我说 有一点点 可是我没有工具 然后他去他的车子里面 然后拿一下他的很旧的 他说 这个是很旧的 二手的你可以用 他就给我这个 送你了 送我了 然后这样可以吗 你你顺便玩 顺便玩 然后有大叔 看大叔 一直都看着我打 然后他说 这样不行 你会 你的牙受傷 然后他两天 就叫我怎么打 那个时候 就对台湾人的印象 就是 怎么这么大家都很 也就不只是这个 就很多事情发生过 都大家 比如说那个里 下面有一个我的朋友 叫做秦宽 他很 很喜欢帮助我 找好吃的地方 好吃的 火锅的地方 可是他不是给我 就是名字而已 他就介绍给我这个地方 是怎么店 然后在哪里 然后价格是怎么样 就很 还 气气 对 然后我对台湾有这个印象 可是 我的 我的那个印象是 从 我经验过的台湾人 然后 比我经验过的韩国人 很亲切 喜欢日本 不喜欢中国 不太好吃 那 我的那个印象是 其实我经验过的人 还有 我的 比韩国 我以前经验过的人来的 然后 可能 或者另外一个是 我在美机上看过的 台湾人 比 我认识的 韩国人 台湾人 会这样 所以 我觉得 很多事情 那个印象 是你的 比较 跟经验 出来的 所以 我在想 可能 我 对台湾人 或者你们对 韩国人的印象 也 也许在 从 比较 还有经验过来的东西 所以 其实 很多都是 要看人 你们 刚才说的 那个印象 都要看人 你的 以前的父母 是怎么样的人 你的家庭 那个家庭的 教育 然后 以后的 你的经验 就要看人 出来 然后 我 经常跟 台湾朋友 聊天的时候 我也很 不知道要 怎么讲的理由 是坐在这里 因为 真的要看人 然后 我就一直在想 这个岩浆的时候 怎么解释 韩国好呢 因为 我就是 要看人 我觉得 然后 后来 就一直在想 可是人 都在一个社会里面 反正 在台湾 的环境 跟韩国的环境 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那我可以讲一些 韩国文化 我今年过的 我 比较过的韩国文化 我可以讲一些 所以 今天准备了 第一个是 饮食文化 对 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 他们很喜欢吃 可是因为我就看过 很多韩国节目 就是 小朋友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都不会吃 然后 智瑞也是说 他们 他小时候是不吃 然后是慢慢练习的 像因为我本身也是不吃 所以他就会说 那你要多多练习 哈哈哈哈 其实是这样 我 我还记得 因为我奶奶很会做 很会做泡菜 他每年一次 大家都一起来 买一百个的白菜 然后 通过两天就做泡菜了 然后他从小 我是被我的奶奶养的 我妈妈一直都在工作 所以 我是跟她一起长大 然后他 因为我还记得 我 不吃 不会吃辣的时候 他会很鼓励我 你很棒耶 你怎么会吃辣 你是大人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 就开始慢慢吃辣 然后我 后来发现 我比较喜欢那个刺激 刺激 刺激 那个 舌头上的刺激 喜欢是那个刺激 所以 经常会 因为习惯了 所以很 很想吃辣 可是 这个也是要看人 有一些小朋友 因为最近的爸爸妈妈们说的 你不要 太多要求 不要太 勉强你的孩子 所以 孩子不喜欢吃的话 有的爸爸妈妈 不会给他 泡面 或者 不是泡面 泡菜 所以有一些 韩国人 也不吃辣的 可是大部分 就是如果 你的朋友们 大概那个 百分之几都是吃辣的 还是不吃辣的 比较少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就吃辣 也会觉得说好像他们都会吃人参 然后像我最近去韩国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市场 就是 人参就是 就很像就是一般菜市场 可是人参就是放在裸卖 你知道吗 就对我们来讲 人参应该是放在中药店 就是蛮高级的卖 所以我们就会对说 那人参是不是每个韩国人都会很习惯性的吃这个东西 是吗 其实不是 因为可能我们是夏天的时候有一个习俗吃鸡汤 人参鸡汤 这个是因为你夏天的时候很会流汗 然后你补身体的时候吃的 然后那个时候才会用那个人参 人参 人参 所以说我每年 大概一次一次一次 或者你吃人参鸡汤的时候才会吃这个人参的 可是好像因为最近韩国的人参公司是国家来管的 好像是 然后有一个国家来管的公司 然后他们很很推广卖出去人参的 然后最近韩国来的大陆客人比较多 然后他们想买补身体的东西 会找这个人参 然后才会有韩国里面会有 很多人在卖 对 是这样的 然后甚至在韩剧里面 就是在韩剧里面就是很 因为这是我问的问题 因为韩剧里面很喜欢就是像刚刚有人问说他们 下班后就会去喝酒 然后韩剧很喜欢就是他们在那种 就是有点像夜市 也不是夜市就是有一个布 怎么讲就是布的大家有看韩剧吧 对 你懂我就讲什么 对谢谢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问他说是不是路上都是有这个店 然后因为我去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吃看看 就里面好像会卖乌龙面啊 然后各种什么辣炒年糕 然后我自己去的时候就很想找 可是我都找不到那个店 所以我就问他说 所以我就问他说 是不是以前 就是以前有了现在没有了 然后他就要帮我解答一下这样 嗯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 会有很多破浆抹茶 就叫做破浆抹茶 然后 嗯 嗯 那个 嗯 应该说工作人下班以后才会去那边喝喝喝喝喝喝酒啊 或者 嗯 顺便吃饭的地方 可是最近 嗯 可能你在 手腕很少见这个地方是因为 这个有有这个破浆抹茶的地方是很古老的街 古老的比较 嗯 嗯 不是市集 就比较老的地方 手腕里面也有很多嘛 比如说江南的话 比较有很多大高楼的地方 或者去 呃 比较西边或者 北部的话 会有很多比较古老 人们住的地方 像南市角这样 对 对对对对 可是 嗯 最近手腕政府 要改变很 应该是说 不是现在 以前就慢慢手腕政府改变手腕的印象 或者 呃 呃 改改这个 改善这个街景 嗯嗯嗯 对 所以很最近我 连我也没有看过 古老的地方 嗯 很少还有很 呃 限制的地方 才会有这个 古老的地方 嗯 所以这个也是跟韩国 呃 手腕政府的政策 比较有关 这个还会找得到 可是比以前 比较少 比较少 嗯 比较少 比较少 然后 就是大家好像看韩剧 就是会 有很多他们好像一直在喝烧酒 然后 最 之前有一部 电视剧叫做 独卓男女 因为韩国人他们 很 因为像我是很喜欢一个人吃东西的人 可是在韩国其实 有很多餐厅 他不卖给一个人 就是你去吃烧肉 他就是只卖两人份 就算你一个人想要点两人份 他也不会卖给你 所以那个电视剧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享受就是 独卓这样 对 然后我们就想要问 喝烧酒的文化这样 嗯嗯嗯 其实 烧酒真的很难喝 对我来说 哈哈哈 对 呃 嗯 呃 就算 其实我很不会喝酒的人 我不喜欢喝这个酒 因为我觉得太难 太难喝了 可是很多人是 很多人喜欢喝酒 这个也是从习惯来的 比如说我们是大学 就进去大学的时候 就会有喝酒的文化 大家一起喝酒 认识一下 嗯 朋友们 新朋友 这个是跟喝酒很有关的 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很难找朋友 因为我不喝酒啊 不可能参加喝酒会啊 所以我是比较用其他方法来找朋友的 可是一般来说大家都参加这个喝酒会 虽然你不可能喝酒才参加认识朋友 然后慢慢习惯喝酒 然后才会喝那个小酒 所以我的朋友们也不太喜欢喝小酒 可是他们已经习惯了 所以会喝这个感觉 还有这个是我的朋友们之前的 然后再像一个我的 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年代的话 这个小酒跟啤酒的酒量吗 很高 它的那个酒精浓度比较高 大概二十几度 很容易喝醉 然后我爸爸比较喜欢喝醉的感觉 喝醉了以后比较 因为我看我爸爸的时候 他不喝酒的话很严肃的 不会讲话的人 就这样 可是他一喝酒就变成很会了的人 所以他很喜欢 靠这个喝酒来 放松 放松一下 然后讲话 韩国 韩国 我觉得韩国人 我觉得韩国人会有这个 靠喝酒来放松一下 就认识朋友一下 这个感觉 所以 对 虽然我不太会喝 而且大家都觉得没有那么好喝 可是 大家会喜欢的理由是 有 我觉得我有这里 嗯 吃 这我 这个需要聚会 我忘记这个 吃宵夜的喜好 为什么这样问 是 我记得了 因为有一天他 我们 我们在考虑 我们要吃什么 因为台湾的话 有夜市啊 夜市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吃的东西嘛 可是韩国的话没有夜市 最近开始有夜市的牙齐掌 叫做牙齐掌的地方 可是这个也是政府来管 然后你要参加的话 要报名 你要卖什么 这个会卖吗 这样子 这个规定的地方 可是好像台湾的话 那就 都有 夜市到哪都有 嗯 然后他们 我问我 你们韩国人 那吃 小夜吃什么 我想到了 对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 那时候去韩国的时候 你晚上真的是 没有得 买东西吃 你只能去便利商店 或是只能去那种 烧肉店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问了说 那你们有没有像我们那种 直接去吃什么豆奶摊 这种很小的东西 不用花太多钱的 然后所以他就说 对 没有 这个吃小夜跟喝酒的文化 是很精美的 所以我有时候吃小夜 我很喜欢台湾的吃小夜 是因为 不喝酒也可以参加 可是韩国的话 一般是吃小夜 跟配一个啤酒啊 就很喜欢喝酒 跟酒一起吃 然后那个时候经常吃的是炸鸡 一般都是炸鸡 所以在韩国的话 卖炸鸡的地方很多 嗯 他们说那个 他们会有一句话说 他们 全世界的麦当劳都会 比那个全韩国的炸鸡店少 因为他们开炸鸡店很赚 然后大家又很 很喜欢买炸鸡 很讲究 大家都 有一些人就吃一吃别的 不同各种各样的炸鸡以后 都知道这个是哪店来的 有一些人是这样 因为 嗯 我 韩国的话 就小摊子啊 最近真的很小 在录像看到的 几乎不多 所以大家都 就去买炸鸡 就吃那个 就这样子 而且就是他们吃炸鸡的方式 就是像我们台湾 因为相对来说 台湾就是很多小吃可以买 晚上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没有 可是刚刚的炸鸡 他们通常都是用 APP叫的 所以他们都是用APP 或是打电话外送 所以他们有两种 而且那个APP叫做 外送的民族 就是我的韩国朋友 就说他们是 非常喜欢外送 而且应该是说 只有那种店 你才买得到东西吃 然后另外一种 是他们很喜欢集结各种 假如他吃了 他点了一份炸鸡 就会有一个集点卡 然后集了十 十次之后 就可以买一次 免费的炸鸡 这样 他们就很追求 就是他们的冰箱 几乎都是贴那种东西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那下一个是 关于韩剧里面的角色 对 因为我相信 台湾的阿公阿嬷 也对这个很有兴趣 哈哈哈 电视上全部都在 我回家都在看韩剧 陪我阿嬷看日日剧 嗯 就是我们 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种 女主角就会很穷 然后 每个男主角都是财阀的感觉 就是都是欧亚浪这样 是这样 可是 这一次的主题是说 我们看韩剧是这样 可是那真实的 韩国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个方式 来问这个问题 所以实际上是怎么样 实际上女人 哈哈哈 应该是说这个是跟韩国 我下一个 下一个题目会讲到 韩国女生的生活是怎么样 这个是韩国的 去年 2016年的统计来的观点 所以 这个要看韩国 韩国社会里面的女生的 社会里面的角色是怎么变成 要跟这个跟韩剧里面的角色很有关 所以 对 不好意思 你先看这个 记承者 记承者 你们知道这个韩剧吗 知道 知道 他是 他跟 这个节目也知道吗 太阳的后夜 他们结婚了 然后 那个 这个作者是一样的人 他们 然后 那个鬼 灿狼 鬼怪 鬼怪 他 都是他写的 他是在韩国很红的人 然后 有一天 看了他的 有一个 PP Critics的文章 他是 分析他的 这个 韩剧是怎么变化的 所以以前 这个里面的人 里面的女人是学生 而且很穷的地方来的女生 然后认识了这个很有钱的男生 然后就 对 这样子 然后那个分析到的是 后来三 两三年以后 他出了这个的时候 你们知道里面的 那个 医生跟 那个 女军官 对对对对对 这意思是说他 女生 他 他对女 女角色的 看法是有点变了 而且 他那个作者 也写了 《秘密花园》 《秘密花园》 《全兵》跟 也是《宋慧桥》演的 跟以前的是 《巴黎恋人》 《巴黎恋人》 李锐震有 知道吗 一日三餐那个李锐震 不是不是 是来普信仰 哈哈 对 以前都是 都是穷人 遇上有钱男子 对 然后 都是 以前的三个节目 都是女生的 比较穷 男生有权益的人 然后最近开的这个也是 这个会有 才会有一个变化说 他女生是医生 然后 他对男生的 态度也有点不一样 嗯 然后那个分析的人说 终于有了 终于他的看法有点变了 这个意思是说 看这个 看这个节目的人 你觉得 应该 是不是男生多还是 女生多 女生 应该是女生多吧 所以 他要 他要 不提那个社会责任吗 不是不是 他要看一下女生 会不会喜欢 女 收视率很重要 对 这个有人分析是这样 所以 这个 这个节目要看 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发 什么时候发的 比如说 早上的话 比较老人比较会看 嗯 晚上的话 上班族 太累了 就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看 所以 你要看哪个女生 哪个年代的人 看 不一样 那个里面的女人会有 不一样 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女主角 笨笨的 然后刚刚讲说 那个老人看的是在早上的时候 就有点像是三立的那种 台语加英文的那种 很像娘家的那种 他们通常是早上的时候看 嗯 然后 反而是偶像剧的时候 他们是每天 就是早上 就每 一二是某一个剧 不是像我们六日播这样 他们是一二是某一个 然后三四是某一个偶像剧这样 跟我们的播法不太一样 好 再来是女主角笨笨的 好 以解答 这个也要看 哪个 哪个时间播的 节目 好 然后这个是我 这是我自己的发现 就是 就像他刚刚讲 就以前 我发现我小时候看的 就是 从很小就是看什么 六个小孩 就是那种 很久的那种戏的话 就是他们很爱吵架 就是我对韩国人 一开始的印象 就是 他们真的吵架了 就是拔头发什么 可是你最近会发现说 现在 不会有这种 不会有这种的戏嘛 所以就会想要问他说 那实时上 他们是不是 吵架都这样 嗯 这是我真的个人的 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 韩国 这个是女生的 韩国女生打架的时候 这个的意思吗 对对对 应该说我的朋友们 不会是这样 可是 不一定是说 如果他看到了 他生气的话 我觉得我的朋友们 都会做这个事 就是 意思说 不一定是抓头发 就是说 他很会生气 他 因为我在台湾 就是也是比较来的啊 台湾的话 就比较 嗯 不会生气的 没有那么 比韩国 没有那么要命 韩国的话 就 比如说 男女朋友 在 你们可以想象 在台湾的捷运站里面 有男女朋友 会吵架的要命 然后大家都会关注吗 你们可以想象想象吗 有可是很少 韩国的话就可以 哈哈 比较常见 是因为 他们比较 我觉得 就是个人 这个支部可以吗 这个 这个是 要生气的话 就要 发生气的 不是 丢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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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就是你要感情的 这个发 这个是 没有那么 这个丢脸 我们不可能就这样 韩国我觉得 至少我 我的里面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里面 没有那么大的 这个压力 所以 生气就会直接表现出来 一点点 对 不一定说他 一生气就会抓头发 这个不是 就是生气 生气了以后 就会做这个事情 嗯 OK 好 好 对 我爸有很多幻想 像后面前 就是有一个 喜爱孔佑的人 就是 那 那想要问说 那台 韩国的女生 也会这样吗 就是我在韩国的时候 走在路上 我真的觉得台湾还好 就我本身是很讨厌情侣的人 这样不是很好 韩国真的是觉得 路上实在是太多了 多到一个爆炸 而且 多没关系 他们就是很爱秀恩爱 就是放闪就是 非常的 他们很爱穿情侣装 我就是 你知道 就觉得翻白眼 对 呃 你们对有什么样的幻想呢 有吗 后面那个孔佑 孔佑 喜欢孔佑的 他刚刚还把自己跟孔佑 去观化我们的照片合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观众 嗯 对奥巴有什么幻想 讲一下 我跟他的幻想 我已经把他河河等在照片里 哈哈哈 他跟他演那个头给比的感觉 哈哈哈 因为 嗯 应该是说在韩国人 也韩国看这个节目的人 也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幻想而已 哈哈哈 里面又没有 韩国社会里面 没有这个男人才 会有这样的幻想来做出来 因为大家都很累嘛 在家里哦 还要看 吵架的 或者 呃 让你生气的 奥巴的角色吗 应该 不会这样吧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 因为 这个是要 呃 这个剧 剧色 是一个drama 就是这个本身就是幻想啊 嗯 所以 呃 你不可能对 韩国的 吴巴 也是以韩国的女生 呃 不要太大的幻想 嗯 因为 呃 对 可是幻想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现实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觉得 很容易觉得 哎 这个是不是韩国人都会这样 嗯 就大家 叫大家不要相信韩剧的意思 严下执意 对 就 相熟相熟 啊好看就这样 可以了 嗯 嗯 就是以前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他们 好像 因为他们如果去公 日本也会这样 就他以前在大企业工作 可是如果他一结婚 他就要必须辞职 那现在 是什么样子呢 女生 的话 嗯 因为我这样问就是因为我以前高中在2007年的时候 去韩国玩的时候 然后我住在Homestay里面 然后那个我从来没有看过我那个爸爸做过事情 他一回家呢 就是坐在沙发 他就是 真的没有做任何事情 然后我就是 那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在台湾的家 我爸就是 就是不会是长这样的 所以就是 会问说那女生的角色在他们韩国的家庭会是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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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这个是 应该是说最近韩国的经济发展没有那么 以前 比以前没有那么好 所以 有一个是经济关联出来的一个现象 因为一个人赚钱不够两个人生活 所以 最近比较女生 也 继续做一些做工作的人也蛮多 可是 嗯 啊 还有 除了这个经济上面以外 还有 在韩国女生里面 哎 我有能力 为什么要理智 就要继续做工作 不是好吗 也有这样的人 因为 你去的时候是2002年吧 2007年 那已经10年过了 10年里面 可能 对可能 是很短的一个时间 可是 可是 我10年前没有 iPhone 没有 smartphone 然后 嗯 其实 台湾也是 应该台湾也是一样吧 10年前跟现在的变化蛮大 然后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地方就是这个女人的 女人的在社会上里面的角色呀 或者是想法有点变 然后最近比较 在韩国很 很 大家很 很 很热闹 热闹的 讨论的地方就是 呃 女性主义 韩国有一些女生 比如说我的 我的妹妹们都会讲 女性主义来说 哎 我为什么不 不 不可能这样做 我为什么 呃 一定 一定都是要这样 我的妹妹 或者我 下一代的人都会觉得这样 所以 呃 这个是真的是 已经是 嗯 那以前真的就是他们要辞职吗 要辞职的 要求的人 要看那个要求的人是谁 嗯 应该是说 呃 我们这边问的是说 他们不是主动要辞职 是可能公司会请他不要再 有这样吗 呃 不是 呃 不会这样 对 所以我问这个 要看要求的人是谁 可能是公司里面 没有要求你结婚 所以要离职的这个贵律 这个是不可能的 嗯 可能是女人 自己觉得 诶我结婚了 那就离职吧 就 生孩子 養孩子就可以的 可是 因为女人的想法变了 所以 现在没有那么多人 呃 辞职 嗯 这个是我找到了一个统计 不好意思用韩文了 呃 24岁26岁就会结婚 然后 我查过了 然后说 其实最近2015年 这个是第三个 啊 2015年是 呃 最 第一结婚的时候 是30岁 30岁 是平均 嗯 对对对 然后 嗯 下一个 有意思的是 最最下一个 2014年 要结婚的人 的比率是 女生的话 38.7 男生的话 51.8 所以 没有那么多女生会觉得 哎 我一定要结婚 其实是38 38.7的人想要结婚 还是 觉得 一定要结婚 嗯 反而男生比较想要结婚 嗯 好像是 对 嗯 还有 这个太多了 嗯 嗯 因为我 我拿这个统计是 嗯 韩国的女生 在最 第一个 啊 2015年 2005年 49.9个女生 是在 还在帮 还在工作 所以一直都在上着 嗯 几岁的 所有的女生 所有的女生 嗯 然后 可是她们的工作环境 不太那么稳定 因为 呃 40.3是 呃 part time 呃 打工 打工 呃 不是 哎 不好意思 40 40.3是 呃 呃 非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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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非典型 然后 47.7是打工的 所以她们里面工作的 呃 其实没有那么稳定 嗯 然后 再 下一个是 2015年 在女生去大学的 经学率是 74.6 所以比男 男生比较多 所以最近 呃 很多在韩国社会里面 讨论 怎么能这个已经有 有高学历的女生 怎么会继续工作 或者怎么会 呃 不理直 继续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嗯 然后 最后一个是这个 我拿 呃 韩国女生的文化 跟 呃 呃 有空的时候做什么 呃 67.7是看电影最多 然后 71.7是看电视 就是 他们 有空的时候做的事情 所以 这韩剧 一定要 韩剧 就是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看我的 阿姨 他们还 他们 没有结婚 好像以后没有打算结婚 两个都 他们都 下班了以后 做的事情是 一边吃饭 一边看 电视 因为真的太累了 就没有 想 动动动一动啊 所以就 放送一下 看电视 这个就是比较 嗯 他们 放松的方式 好 下一个是 生活 习惯 呀 这个我嫁了 我没有 因为很多人问我 因为我 最近台湾不是很冷 然后我说 哎 台湾怎么这么冷 我说这个 这句话的时候 大家都说 韩国比 台湾更冷 你怎么会说这个 可是 其实这个是 韩国的暖气的 以前的暖气的方式 是用 这个叫做 是这个 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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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来热的 然后 现在也有 用这个方式来 暖气用 暖气做的 所以我的 呃 我去 我的家里 比如说 这几天 不是韩国 零下到 15度吗 那个时候 我家里面的 温度是 23 24 然后 我的朋友们说 哎 你们你家 你们家怎么这么冷 因为他们家里面是 比如说我的奶奶家 已经 26 28 然后里面就穿 转裤呀 T恤啊 然后 呃 在捷运 或者你 通通都有暖气 所以 大家都不会那么觉得冷 而且 呃 韩国的冷是 跟台湾 不太一样 没有那么湿的 比较干 所以 呃 大家都不会觉得那么冷 嗯 然后 我再加了 再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 图片 是因为 我 我先 我先放这个图片 然后看到这个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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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还有那边 那个里面是女生 哎 不可能啊 然后 我再 再发了这个 对 这个就是 温度的 温度的 呃 原理 因为那时候就是 前 就过年前那边 那时候很冷 然后他的 他的穿着就是 比我们还要多 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说 这个韩国人 怎么比我还 比我们还夸张 觉得更冷这样 然后像他昨天也穿很多 对 今天也是 好 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 就是有很多人 你会觉得说 是不是他们女生都 很化妆 就是 几乎每个女生 都化妆 然后 去厕所第一个事情就是 补妆这样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就是 可能台北 会是相对 比较多人化妆的 然后 去厕所的时候 偶尔也是会看到 女生在补妆 对 可是我发现 台湾的女生 有一个被 就是台湾的女生很喜欢 在节目上化妆 可是好像 别的国家 比较不会这样 也想要问这个问题 对 韩国 其实以前会这样 因为大家都早上 七点八点 出上班 然后很累啊 工作到九点十点 就早上没有时间化妆的话 就在捷运站里面 捷运里面 就化妆的人也蛮多 可是最近 大家都觉得这个 没有 可以吗 就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 可能没有那么多人 在捷运里面做化妆的 可是 韩国的话 没有日本那种意思是说 你要化妆是给大家有礼貌的 韩国是应该没有 我的朋友们是因为 可能是已经习惯了 在大学上的 像大学的时候 就一个玩具嘛 你像大学啊 可以喝酒 可以化妆 所以就已经习惯做 然后 在 公司里面也是 因为大家都会做化妆嘛 所以 大家都会做 我一个人不做 有点奇怪 或者是我已经习惯了化妆 没有化妆的话 我就 落 落体 她那时候就 没有 没有脸 没有脸的感觉 所以 已经习惯了 就会 化妆的 可是 嗯 对 我不可能化 我不可能讲化妆的地方 我没有做过 她自己没有 对 经验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小时候 去那个homestay的时候 因为 就会跟那个 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然后那个妈妈 真的是我从来 没有看过她卸过妆 她连早上煮飯 给我们吃的时候 这是六七点 她穿着睡衣 都还是化妆 然后我们也会 对这个 就是 是不是他们就是 很多老公没看过她 老婆卸妆的样子 我们也会有这种 就是 奇怪的想法 哈哈 嗯 这个 是 我觉得你真的 看过了一个 有一个 也是很夸张的 嗯 因为 我在家里都是一样 就化妆很累嘛 就 没 这个是很夸张的一个 例子 例子 嗯嗯 然后 在家里 大家都一样 就没化妆 然后 就 轻松 是这样 嗯 可能就觉得最后 韩国的社会 嗯 我们昨天在聊天的时候 然后他最近就有 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就讲到整形 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也会觉得说 就是 有很多家长会存一笔钱 然后等他的 小孩 尤其是女生 长大的时候 然后让他 就是去整形 这样 然后最近 智瑞他们家发生了一件事情 哦 他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不可能 对不到 希望我的妹妹 好像妹妹听不懂 啊 好了好了 我的妹妹做的也整形 然后 这在前几天 对 前几天我发现 嗯 还好 好 他是自己存钱 然后做整形 他做的是 双眼皮 双眼皮的 然后 其实 嗯 我的朋友们 在高中 很 很 很好的朋友们 里面有很 好像 百分之四十是做过整容 你知道 嗯 然后 应该说 最近的话 大家都没 大家都 我是比较 这个地方来说 比较传 应该都是传统 我是不 反对做整容的人 可是我是很小 因为 我就是 呃 比较非典型的 韩国人 可是大家都会觉得 哎 整容怎样 你喜欢就做啊 你要的话就做可以的 所以 大家都会不会那么觉得 哎 呃 整 做整容 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有这个意 最近的是有这个 意识的人也有 可是 我不是说最近有女性主义的人也 也蛮多嘛 然后 他们觉得 哎 这个是 是不是 呃 有一个 正确的 正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来说 这个是美 所以大家都对这个美 是不是这个 问题 所以有一些人是 还觉得整容 可以 你要的的话 可以做 可是 先考虑一下 你要的是 什么 什么样的 呃 美 那时候智瑞讲说 就是会不会是韩国人 他们觉得美是有答案的 所以就是很像说 我们以前也会有这种迷思 就是说 哦我要那个 神神神的鼻子 他要整成 神神神 就是 他是有一个答案 他对于美有一种答案 可是像智瑞他是非典型韩国人 他就会觉得 就是美并不是 可能不是外表 或是别的 这样 所以那时候 是昨天我们才看到那个照片 然后他其实有点伤心 他想说 他是一个这样非典型的韩国人 没想到他妹妹 竟然去整形的这样 然后他 我们还问他说 花多少钱这样 对 所以双眼皮在韩国 只要 只要五万块 他自己 对 我 对 我现在努力 呃 教育自己 嗯 只是他自己做的 他想要的 所以我要放弃他的 就 不是放弃 哦 我要尊重他的意见 我是 现在教育自己这个想法 可是 呃 呃 在关于这个地方 诚信的地方 我可以 给大家一个 一本书推荐 他是日本人来 研究韩国人 然后他说 他说了很多话 可是有一个地方是说 韩国是一个 要求很正确很完美的一个国家 一个文化 所以是说如果你看你想一下 呃 美也是一样啊 你有什么样的美 大家都要 这个是正确 所以这个要 嗯 对 他是 这样分析的 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是有道理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只是韩国的 奉献 奉献 那我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大部分整形的人都会是 女生比较多 可是虽然因为 因为看了很多韩国节目或是追星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像 东方神奇那种很久的 不是东方神奇 是那个神话 像神话的话 像金铜丸他就是个很好笑的人 他就说他是很开心收到 老板叫他去整形的人 就是他叫他去整形 就是他很喜欢 可是有些人是不喜欢 像银赫就是属 超级的银赫长得太丑 所以他的社长是跟他说 没关系 如果你要整形的话 要花太多钱 所以他就放弃他了 这样 就是对整形 就是 那一般人 你的朋友是不是比较多 那个比例会是怎样 还是男生女生都很喜欢整形 比例的话 我认识的男的朋友是 没有做过 好像有欸 有几个 可是比女生的话 没有那么多 可是应该 这样说 我以前参加了 在韩国参加了一个 在台湾有没有 鞋鱼 一毛 一毛吗 有 一毛的人多吗 你说去除 去除的吗 不是在家里或者 鞋鱼 你鞋鱼怎么做 只是自己 自己或是 看每个人不一样 那我们先问现场观众吧 好了 好了 就是 我参加了一个活动 是 她办的活动 是 因为很多女生觉得你 这里有毛 是比较丢人的 然后她想问 她想问是 为什么每次都要 刮 这个很麻烦的 然后我们这几天 大家一起看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刮这个毛 然后 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有这个 讨厌这个毛的感觉 然后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 分享给我一个分析 是说 最早拿出来这个刮刀的时候 然后 她 她 她 这个做这个的平派的 呃 的人说 因为女生没有 女生是 比较没有自信的 所以我们可以迈出去这个刀 这个第一 第一 迈出去这个刀的时候 是这样出来的 然后 因为女生是有 世界的一半嘛 然后 那么以后 她觉得 已经市场 市场 市场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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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已经 还是很小 所以 那个时候 就她觉得 要不要开 推广一个市场 加一点男生 所以 呃 她 她 推广一下男生 一定要刮 胡子 这样子 然后我听这个 很有道理 因为 成龙也是这样啊 以前是女生先来 然后 市场已经过了 饱和了 饱和了 还要夸 还要 没有人 还要 夸张 夸张 扩张 扩大 市场的时候 要参加男人 啊 可是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 台湾也是比较 喜欢 因为很多人会说 夸张 夸张有 可是 异毛也是有人讨论 可是有女性主义的人 也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刮 就是像我也会这样觉得 就是 就是通常 因为我觉得 她的存在是有她的意义 虽然那是个人的选择 可是有一派 女性主义者 她也是会觉得说 我们刮了好像是因为 父权的关系 所以我曾经看过 就是我跟 我最近我就是看到一个女生 她没有刮毛 我觉得她很有自信 而且她穿 她无秀的人 然后她是一个作家吧 所以我觉得 是有很多女生在为 这个方面发展 就是吴英宁 就是最近 就是柯温哲的那个 对 所以 我觉得那还是讨论的是 也许是那个 父权主义 她其实是蛮深的 对 这个是我的 自己的个人意见 对 所以最近 比如说 男人买化妆品的人也蛮多 嗯 在韩国的话真的蛮多 我的 我的弟弟也考虑 买什么 应该是我的妹妹推荐 买哪个比较好 然后 这个是另外一个 有一个人的迷思 就是说 失业的话 就是会不会 就是会去坐在公园里面 然后她还是会上班 拿着公事包 然后去公园 假装自己有工作 有没有这样 尤其是男性 对 是吗 应该 这个是 韩国的话 1997年有一个经济奉快 I MMA 嗯 那个时候很多男人没有工作 呃 没有工作吗 对 失业了 然后 那个时候站出了一个 Image 嗯 就是这个 没有失业了 可是 好像我是 男人要负责我的家人 没有 不可能说 我没工作 所以 所以假装有工作的人也多 所以我这个是听说的 我听说在街游的话 1997年出来的街游其实蛮多 就那个时候就一直都做街游的 无家者很多 是这样 可是现在的话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就直接跟老婆说 我学业了 换工作 这样子 对这个我们刚刚有讨论过 好 学习压力 这个是我家的一个地方 因为很多人问我 韩国是不是有很多学习的压力 这个也是要看 看人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 韩国人 韩国学生80%是向大学的 嗯 然后 韩国的话 台湾也是应该是一样 第一名到 这个拍名很严重 很严重 然后 尤其是你一定要进去学外里面的大学 才会有意义的 这样的想法的人也蛮多 所以 嗯 就 学生会有这个压力 还有 嗯 嗯 就是考试吧 他们要考上大学 像 金秀贤就是演 就是来自欣欣的演那个金秀贤 他现在是不是过得很好 可是他其实 他重考非常多次 他好像重考了两三次 然后他们还会有那种考试 就是有一个地方是专门补习班 就有点像蓝井街 可是 他们的那种 不是吧 我们的补习班是什么 蓝阳街 蓝阳街 sorry 我不是台北 然后他们就是 那个学生是 住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是考试 然后补习就去那边 然后考试院会给你 各种食物或什么 可是就是 你就是为了要考上台 那个首尔的大学 因为他们如果你是地方大学出身 就是可能薪水或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相对的比较不好 所以他们 我们一开始问他的问题 应该是说 韩国的自杀率是很高的 嗯 对 那都怎么样去释放这个压力 呃 你的话 你的话 我啊 其实在里面的话 你不会觉得 那么大的压力 因为大家一起 不是工作 大家一起学习啊 然后 其实 我在高中的时候 除了成绩的压力以外的话 我过得真的很有意思 大家一起吃饭 大家 7点到10点 虽然你的你有成绩的压力 可是你跟朋友一起啊 所以 呃 其实我那个时候过得很开心 很开心 就 那个时候有很多好的意 嗯 回忆 回忆 嗯 可是 呃 关于成绩的话 我这个是我个人的故事 我 嗯 我那个时候 我是比较上一个 嗯 比较好的高中 韩国没有高中考试 可是有一个比如说 科技高中 或者是 呃 外语高 外语高中的话 你要考试才可以进去 然后 我不是说我以前住过日课吧 然后 我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好啊 我是因为 可以说热语才进去这个高中的 然后我 我不知道这个高中是专门 外语的 外语 我知道这个是专门外语 可是 没想到这里面参加的人都成绩好 成绩很好 然后大家都想考手外里面 第一 前面的考试 前面的大学的人 我进去了以后才知道的 然后 呃 因为我是 什么都不知道就 进去了 进去就 只是因为只是会日语就进去了 然后 就觉得 这里好像我 我一定要做一些 嗯 我也要 很认真 很认真学习 因为比他们 反正比他们我的强际不好嘛 所以我就很 很努力读书 大家一起读 读 读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想到 呃 读诗以后 会有怎么样的 世界 或者 读诗以外 什么样的 嗯 选择 我所以我那个世界 进去了以后好像 就很 就很 现在里面 八字熟 对 嗯 然后 所以我上大学了以后 我就觉得 诶 怎么没有我想象的那个 不是老师们都说 你上大 你上大学都会做 上大学会变化 好像什么都没有 诶 所以我是 上一个学期 就修学一年了 然后 就看一下我 我是在哪 我是 我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 或者是 会有其他的方法 嗯 所以 呃 我的 经验是 对高中时候有两种 嗯 一个是很甜 大家一起 呃 努力的 而且他那个时候跟朋友一起 呃 做的 吃的 玩的都很好 可是有另外一件事我 呃 最近也还在还在想 哎 我如果没有去那个高中的话 我会怎样 我会过得怎样 我的想法 会 怎么样 嗯 我是 这样想 嗯 好 这个问题就是日韩仇恨 然后在这个之前我们有问过他一个问题说 是不是韩国人都很 讨厌日本 然后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观念到底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 然后 因为我们都被 就是韩国跟台湾都被日本统治过 可是为什么 我们对日本会是很 就是我们对日本的情感是比较 友善 甚至就是我们三一就是捐款那么多 就是可是韩国人他们是相对是比较讨厌日本的 然后他就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然后我觉得很 除了就是教科书的 等一下会有个教科书的答案跟他 之后他去日本之后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这样 哈哈 他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 我 我 我对台湾好奇的地方也是在这里 台湾人怎么这么会喜欢日本 然后我以前 我是一月到 然后那个时候查过波罗沟 然后 有韩国人写过 台湾人为什么喜欢日本人的故事 然后他说的是 因为在台湾的 呃 的 通知的之前是 方式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 而且 那个时间也不一样 韩国是36年 然后 台湾是应该是47 49 对 感谢这个观众 谢谢 谢谢 然后 呃 我们殖民的这个国家人 你看 这么好 嗯 是台湾 日本那个时候对台湾是这样 可是在韩国的话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最主要 因为我那个时候被教育说的是 韩国是一个 一个路而已 去大陆的路而已 所以 韩国 在日本的时候对 韩国人 韩国人是一个 一个 工具而已啊 去 去大陆的 所以 没有那么 国小啊 你看 他们那个深度建设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说 台湾 日本还是有一样 就是比较不好的方式对待我们 可是 他可能在一个时间点之后相对 他对我们的建设 他是把我们当作未来他以后 我们是他们的领土 所以像我们的地下道啊 或是很多东西就是 他们建设的 可是在我的理解 其实像 啊 花博公园 以前其实是日本人建 好像有点离题 可是 可以提到一下就是 他其实是日本人 盖的 可是为什么他要盖这个公园 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敢在日本盖 可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殖民地 他可以把 他们想要 因为他们想要那时候西化 所以他们想要把这些 还没有运作过的东西 现在殖民国 国家先 试看看 可是相对来说就是很多电影 就像 尹东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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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有一个韩国的诗人 就是 他他里面也是有加入就是 他们很不喜欢日本的一个情愫 就是 因为那个韩 那个韩国诗人 他二十几岁就死掉了 然后他就是有点像 他就被日本人当作生化练习 练习 就是他们很生化武器 然后就是注射在他们身上 那我相信台湾也有这样被日本人对待过 可是 他就说因为 因为自己就是说他们的课本里面 嗯 嗯 对 我去日本的时候是大概十岁的时候 然后 在韩国 读 国小四年级后面才去日本的 我还记得 国小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就 开始看 日本对韩国是怎么殖民 用怎么 可怕的方式 对 我还记得那个很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那个画面 然后 我去日本的时候 还跟我妈妈讲 我妈妈的 我们要 真的要去日本吗 我很怕 然后我去日本的时候也很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日本人会 知道我是韩国人 会不会对我 害我 害我是这样 然后后来发现 其实 日本人也是 没有那么可怕 没有那么可怕 而且他们好像不知道以前他们做什么事情 对 然后 我在历史 在日本国小读书的时候 也很惊讶 因为里面 只有一句话说 那个时候日本殖民过韩国 就一句话而已 全部都没有 转型正义失败 完全失败了 不好意思 然后 好像日本人就不太知道 那个时候对 对韩国呀 对其他国家做了什么样 可是 最近我觉得 其实韩国也对越南 参加过越南战争 可是在课本里面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呀 在韩国那个时候 有的人说这个没办法 我们 那个时候是美国 跟美国一起 所以我们 不得不参加那个战争 可是 那不是就日本一样吗 然后 对 最近有一些 赦命 民间 就是基金会呀 这个 来的人 就转型正 转型正 转型正 对对对 有一些人还 还会做 为了越南 那个时候被 韩国军人 杀掉的 越南民 民间的人 可是 还是很少 嗯 应该说我们得到的答案 会是说他们从小 他们课本就是 灌输他们就是 日本是多么可怕的 所以影响到他去日本的时候 他真的好像非常紧张 对对 可是 对 可是没有讲到 韩国人 越南做什么事情 对 但是韩国跟韩中的问题 对 可是我就不知道韩 韩中问题是什么问题 就会回答一下 有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 呃 这个可以跳过 没关系 哈哈 我一定忘记 哈哈 韩中问题 嗯 跳过 等一下我们想到的时候再回来 再演 有吗 有没有什么 集结了各种粉丝 是啊 为什么文在寅对中国比较好 蛤 为什么你们总统 文在寅对中国比较好 那相对来说是对谁比较不好 哦 就是会这样问的那个 他就是比较亲中 啊他比较亲中 就是很 比较亲 你是说以台湾的立场吗 还是 他们本身国家的立场 说跟中美比较吗 还是 中美比较 就是韩国人对中国还有美国 为什么他们好像更喜欢中国 有这样吗 哦没有 对 韩国现在的总统 对 跟前任总统 其实以前的总统跟 跟 他对中国比较亲戚的 他很想 是他的政党的关系 对他的政党的关系 他对 韩国 韩国的媒体讲的是 因为那个普京会 他比较对亲中的 他做了亲中政策 比较多 然后 再来我们那个下一个总统 文在寅的时候 好像在韩国媒体上说的是 比较比他还是比他好 比他中立一点点 嗯 他会这样看 哦 嗯 也许是因为他们 因为我最近有看 有一个节目叫同床异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嗯 然后因为那个 吴吴吴吴他们一起去 文在寅总统 他们有去中国 所以他们 就关系很好 所以在台湾人看来就是会觉得 不管怎样 虽然他比较中立 他还是会跟他会面 或是有很多的互动 嗯 对 那在普景会的时候 他有做他有去过中国 很多耶 嗯 那个时候真的很多 相对文在寅多很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 因为 因为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轻重耶 好像比普京会的话比较 我个人觉得比较中立一点点 嗯 嗯 可是我想问你的是 那个印象也是从哪里来 然后哪一个媒体来做 然后 那个媒体是 以前 呃 他讲他对韩国 韩中政策 讲的是怎样 要看 嗯 呃 这个媒体的 立场 立场也要看 我觉得 嗯 还有吗 韩中问题 就是说 因为 就是好像 最近韩国 对于这种 恢复汉字化教育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说 正在文化教育 我觉得可能 因为韩国很多 名词 来自汉语的很多 对 对 就好像有七成左右 对 那我觉得如果 韩国可以恢复汉字化 不知道对你们就是说 教育 或者说 是不是说观光啊 文化教育 是比较 是更有利的 嗯 会不会是因为你们 暴使得说 有一种去中国化系列 对于这种 汉字的这种事情 不太希望说 把它 纳为你们的 一个国民教育 这样 嗯 你有听懂吗 嗯 就是汉字汉字词 的那个 就是 要开始重新 他说 有一个政策是 可能重新学 汉字 嗯 中文字 有吗 有这样的那个 嗯 我是 刚好没有 我 应该我在国小的时候 也会有 写汉字 然后 写书法 嗯 我以前是这样 他现在是27岁 哦 对 可是我的 妹妹跟弟弟的话 没有学过汉字 所以 嗯 他们就对汉字了解的 没有那么多 然后 然后 再下一个是好像要再学汉字 最近呢 最近 嗯 可是 我 呃 这个 来 嗯 应该是说 在韩语里面 其实有 用很多汉字来说的 嗯 其实蛮多 对蛮多 土搜馆或者 嗯 对 我 我 我不会看韩文字 可是会 就是 看韩国节目可以 就会讲韩文的话 其实因为很多字真的是 你就用台语 或是用中文讲的 比较破 或是就是用韩文的发音讲 用 就讲中文 其实就可以翻 像什么 对 或者是 比较难的字 就是用汉字来的 比如说 政策 我很 很会记得这个是因为 城市 跟韩文比较像 城市 国家也是一样 国家 或者是 城市 政治 韩文 汉字来做的 比较多 所以你不知道 汉字的话 很搞不清楚 这个意思是什么 所以以前是 学汉字的 然后 可是为什么 不学汉字啊 那个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那时候 当时候 那个时候很 很鼓励 要用 这个不用了 你要用韩文就可以 韩文就 要 再鼓励一下 学韩文 不是汉字 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有点变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讨论 这个是不是要 学习 然后 过了那段时间以后 最近 也有很多人 学日文 还有 中文的人 所以好像 有那个原因来 鼓励 小孩 学习 中文 学习 汉字的 而且最近 也有很多 小孩 小孩学习 英文跟中文 中 学习中文的 小孩也蛮多 嗯 那之前跟 智瑞在聊天的时候 他 会 就是会学中文 是因为他小时候 不是去日本 然后他在日本的时候 就是也 看了很多汉字 所以他对汉字 就有一些理解 所以他之后 学中文的时候 就会很得心应手 这样 对对对 可是 我不知道这个 是不是亲中政策 或者是 那时候就是说 对 你就是说 因为你们现在还是 就是说 汉字教育还是 不是一定要学 不是一定说 现在不是 还是不是 是因为说 汉文学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现在是 中华文化 啊 啊 嗯 呃 不是 是学 我妈妈是鼓励我 学汉字 因为你要知道 汉字才理解这个 这个 这个 单词的意思 明确的意思是什么 嗯 所以以前是这样 嗯 大家 以前新闻里面 还会有汉字来 这个意思 因为 呃 韩文是26个吗 好像26个而已 所以 很多是 一样的发音 可是你不知道 这个意思是什么 那个时候才会用汉字 来 写一下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韩国人其实是会用四字成语的 可是他的四字成语就是完全就是 中文 然后念成很像韩文的感觉 嗯 就是如果你看了很多节目 就会发现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学中文 其实 你比较能懂 那个四字成语 到底是发生什么意思 就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字吗 对对对对对 所以 呃 我们 应该说学的 学习的是汉字 不是中文 嗯 就这样差别 可以吗 嗯 因为中文 呃 是用汉字来 讲 呃 有一个语法的方式呀 很多这样 中文不只是汉字吗 那我 我的理解是 因为他学中文之后 他比较能理解他的韩文 也有 就是 其实是因为这样 因为他们 到了比较高级 或是高阶的 就是 那时候我就 他们看节目的时候 你就发现 他们会四字成语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他们是很厉害 嗯 要用到很高阶的韩文的时候 他们就是 直接都是汉字 应该说都是 我们的成语的用法 他们没有 这种东西 应该是说 他们有的是另外的东西 嗯 对对对 我的理解 他的答案 刚刚那样 对是吧 嗯 嗯 然后 大概就是我们 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之后 还是有想要 有不一样的主题 就是像 因为志瑞他做的是 社会企业的研究 所以 像我自己去韩国的时候 我就会很想要去 假装像 像书店这样的空间 可是我自己去的时候 其实很难发现 就是我发现他们连 咖啡店啊 或是那种 就是 几乎都是大企业 垄断了他们的产业 就是连那种小店 就是奶茶店 或是咖啡店 都已经完全就是什么 Smith Coffee那种很多 然后 所以我相对很想要去 有那个空间 然后 所以之后 我有一个讲座 是 志瑞会介绍 在首尔的一些 co-work space 就是年轻人 然后等社会企业 或是 那种 共同创作的工作室 这样 有一个 可是另外一个是 因为我们非常 我很喜欢看 韩国节目 然后也发现 透过韩国节目 可以知道 韩国人的生活方式 因为像 有一个节目 就是专门拍 一个人 独自生活 他去拍那个 韩国人 可能是艺人 或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 有一个讲座 是在讲 就是透过韩国节目 讲韩国人这样 然后现在就是 开放大家 就是问各种问题 就是如果 你刚刚可能 我们回答的不完整 或是你有各种问题可以 问 然后我们会把麦克风 传下去 没有的话就是 PASS 这样 那我还有个问题 好好好 就是因为 可能就是最近 台湾就是那个 羽生通行嘛 在台湾很红 那票房率很高 对 那我 究所致是一种东西 因为它的原作 它是来自于这个 冀州岛的神话 嗯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 因为 究所致好像 冀州岛这个地方 好像 在以前 它是有独立的政权 就是丹罗国 那它十四世纪才 跟这个 川普传岛合为一个政统 那我想问就是说 不知道说 你對你的一個人 你怎麼去看待這個紀州島 有點像是日本人看待沖繩這樣的看法 或是說這個紀州島文化到現在有什麼跟 韓國本地有什麼不一樣 那因為我也知道說韓國之前有非常白濟 有高劇烈或是有那個星羅 那現在你們還會有這種 比如說這種地域之間的一些區別 可能出生白濟的個性就是比較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像這樣的一個這種心理的層面一樣 那我先回答一下那個紀州島的事情 其實我是好像以前是不知道紀州島 是一個自己的國家的人 就紀州島已經是包含韓國裡面了 我沒有什麼 因為課本裡面沒有很輕 就是沒有清楚的清楚的講一下 以前這個有國家他們有自己的文化還有語言 其實韓國沒有就像台灣一樣 就是中文還有國語還有台語還有客家語 就韓國裡面是有方言可是沒有其他語言 可是後來發現紀州島裡面他們說的方言是我真的聽不懂 然後那個時候就看一下以前是紀州島是一個有自己的文化的地方 然後後來被朝鮮 國家朝鮮就參加一下一個國家的 造成一個國家的地方 然後 然後 就是跟我一樣很多韓國人不知道或者是沒有那麼清楚 以前是有這個國家 可是有一些學者呀 或者是 就像那個越南 為了越南做事情的人 會做一些 所以我們要回憶一下我們以前做什麼事情 他們有什麼樣的文化 還有一些這樣的人也有 可是應該說還蠻小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地方文化嘛 其實我 我的奶奶會有很明確的分別 比如說 你不可能叫朋友那個南部的西邊來的人 你不可能跟他 你不可能相信他哦 他是這樣 他是南部的東邊來的 南部的東邊跟西邊是有一個山 然後 有福山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是有廣州的地方 嗯 這裡是 這裡是 通常都 然後他們之間的 地方感情是 以前是蠻不好 現在 講北的人還會有這樣 是因為 以前在韓國 近代化的時候 對 福山做的事情跟 這邊做的事情有點不一樣 比較多的工廠呀 工作機會都在 在福山那邊住出來的 然後那邊的 白群海跟白群海的爸爸 嗯 獨在的人 他也是從那邊來的 所以 嗯 那邊的人會很會喜歡 白群海還有他的爸爸 哪邊的人 嗯 平常都 福山 福山那邊的人 嗯 然後經濟發展 現在還也是這樣啊 經濟發展多個地方是 這裡 工廠呀 石油呀 這個發展的地方都在那裡 可是對 那個南部的話 呃 其實沒有那麼 呃 發展沒有太 呃 沒有關注那個地方 嗯 然後 呃 所以就 他們覺得 呃 東部的人會 呃 比較 呃 嗯 不太公平 嗯 然後 不平衡 不平衡 嗯 就這樣了 所以 會有對立感嗎 呃 有有有 現在呢 現在沒有 不問 因為 好像大家 這個也是我要看我的 我的朋友的親人是怎麼造成的 因為大家 我的朋友們都是在 學外長大 或者是在學外大 在學外讀大學的人 嗯 所以 呃 他們 呃 已經有 覺得我是首爾人 或者是 首爾人跟天龍人的那個說法是一樣的 不是一個正向的說法 因為像 志瑞他就是從小都是生長 他讀書啊 然後出生都在 那個 首爾 可是他的阿嬤是在 對對對 南部的 可是韓國的話 沒有首爾人 就是天龍人的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感覺 可是 讀大學一定要去 首爾 首爾 這個還是有這個 嗯 然後地方 我的 我的 我的年代的話 就已經沒有地方 你是哪里人 我還有問題 可是 呃 那我再加一個問題 就是在 建立在那個上面 就是他們看韓劇 或是看節目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說 假裝你是姓吳 然後他就問你說 你是哪邊的吳 你知道 你懂我在問什麼嗎 就是 像我們不會問說 我叫陳怡君 然後你是阿嘉儀的陳怡君 或是台湯的陳怡君 我們不會這樣分 可是 韓國他會說你是吳 或是 好像是他的中親 可能很遠很遠 可能會是同一個 然後他們就會很開心說 他們可能就是 什麼關係都沒有 可是他的 那個出發的地點好像 就是那個是什麼樣的文化 這個啊 其實 那你是哪裡的吳啊 我是 黑主席 那沒地理 我就知道 我是哪裡的吳 我知道 可是 這個是 比如說 我跟我的奶奶 或者爺爺講話的時候 他說 他跟我說 你要記住你是哪裡的吳 他會說這樣 可是 我認識了我的 心吳的人 我很開心 你跟我心一樣耶 可是我不會說 你是哪裡的吳 因為 因為已經這個年代沒有那個 概念 嗯 就 嗯 好像韓國這個民主性的方面 教育很 很強烈 就 我們都是韓國人 有什麼 嗯 分別或者是 對 因為他昨天我們聊到一個天 我們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他對 你說你說昨天我們 對對對 他很好奇 他很感感到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你跟分享一下 因為我 我是 呃 去 呃 我去 別的國家的時候 他們問的東西是什麼 對這個我感興趣 比如說 在 美國的話 就 你的名字什麼 你的興趣是什麼 然後 呃 因為對他們的文化來講 不知道 這個是可以說文化 來講 你做什麼是很重要 你的興趣 然後 找一下我們可以過通的地方 比如說在 韓 韓國的話 很重要的是 你第一句話 你的名字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是 哎 那你今年幾歲啊 就是這個 那不是 我然後 聽說在台灣的話 啊 跟女人 問這個問題 沒有禮貌 可是 可是 對我們來說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 這個是 知道你的年紀 才會 我們可以做 禮貌的東西啊 因為韓 我來翻譯一下 對 好 謝謝 因為韓 韓文跟日文 是有敬語的 就是 你好 就是 尊敬的意思 可是像台灣沒有啊 我不會因為就是 他比我大 我就說 就是有點像是說 我們以前只有 你好跟你好 然後他們可能 你只要大我一歲 或是大我一點點 我就要你好這樣 每一個人都要這樣 所以他們 見面的第一個 就是 你幾歲 所以他就要開始 用他的語言 就是語言就要完全變 而且他們會 非常注重這個東西 而且他們還發展出一個遊戲 就是 叫做壓榨時間 就是 年紀輕的人 可以對年長的人 就是不用講禁語 所以他們對這個是 非常斟酌的 可是在台灣的話 我們沒有這個文化 就應該說 我們語言本身就不一樣 那個習慣不一樣 對對對 然後有人問我 那你跟 你爸爸媽媽會用怎麼語言 金語還是 半語 半語 這個是真的要看 那個家人是怎麼樣 比如說我的朋友們 有的是跟爸爸媽媽用金語 還會講 因為從小被爸爸媽媽說 你跟大人會用 要用金語 可是我的爸爸媽媽的話 好像有用金語的話 感覺我們是不熟 不熟 所以我跟我爸爸媽媽是用半語的 所以 嗯 嗯 跟爸爸媽媽的話 要看你的家庭是怎麼樣 可是我也是 從小就 你 在家裡 是你跟爸爸媽媽會用半語 可是你去外面的話 一定要用金語 這個地方 有一部分 有意思的地方 是 因為 有一些 有一些年輕人 覺得 這個是不是 好像 有 那個 年紀大 不一定是 我們尿尊青 他 有一些人 就問這個東西 所以 嗯 比如說我在 社會企業裡面工作的時候 嗯 我 我們是 大家都用金語的 不管是你是做小 大家對 大家都用金語 或者是 嗯 有一些地方是 不管是你是做小 就大家都用半語 就這樣 嗯 就是好像也是非常看人 嗯 就是可能 也許我大家非常多 可是我很不在意 或是我已經把他 試成很好的朋友的時候 他也會說那你直接講半語就好 可是 在他們的文化裡面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見面就要問他的年齡 反而在 他很有點對我們 就是覺得 問年齡 反而就是很不禮貌 對對對 可是我是 我想禮貌 才會用 才會問這個 年紀的地方 嗯 像我講話也不會說 您好這樣啊 就是多瞎啊 哈哈哈哈 好 下一個問題 我看一下時間 對 有沒有問題 好請問 請問一下 就是剛才其實有講 您應該有講到說 韓國現在就是女權比較 就是有人會講女權這個部分 那因為最近我看到一個新聞就是說 德國 因為他們 好像在做 德國 其實 同工不同 就是男女同工不同酬 這件事情是很嚴重的 那德國現在就立個法說 可以去查另一個性別的薪水 那如果說 你同一個性別 就是不同性別 然後可是做同樣的工作 然後別人如果賺 付的薪水比你多的話 你可以去控告這個公司 那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請問一下 在韓國目前會有像這樣的狀況 就是說 雖然都做同樣的工作 那可是 可能男生的薪水就會比較高 或者是 主管全部都是男的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情形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想知道就是說 韓國有沒有像那種重點科系 譬如像台灣幾乎就是 大部分來講 最聰明的人 他們就會想辦法一直去考醫科 那或者像美國 好像最聰明的都會去 考法律 然後出來當總統之類的 那在韓國有沒有這樣子的情況 謝謝 所以第一個是 我忘記了 有沒有就是 因為性別造成的 所謂同工不同種 或者是有那個 所謂職場的天花板的這種狀況 韓國也有 也有 韓國也有 這個好像是 不只是韓國吧 就是美國這樣 那這幾年之間有沒有感覺 因為您有說就是 其實好像 韓國女權這個部分 其實近年來就是會比較 有人去重視 那有沒有人 開始去對於這個議題 有去做討論 那你們的政府有沒有 什麼相關的回答 還是大家都裝作沒這回事 其實我 我的朋友們裡面 比較多的是 你關注女性主義的人比較多 而且 嗯 他們比較 因為他們已經有這個概念嘛 所以不會去 那個不用寫 那個不用寫 那是廢紙 要用空白 sorry sorry 忘記講 所以 有詫異的 不會去有詫異的公司裡面去工作的 可是還是有一些 嗯 應該是說你的心學的話 沒有那麼差異 可是你可不可以 進上 上間 天花板 這個是有的 還還會有 可是不知道 有人會提到這個到政府裡面 然後有沒有政府回答 嗯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比較熱門的 會想要就是 成績度的最好 他會想要填什麼樣的科系 嗯 這個是有 我在 比如我在高中的時候 是大家都想 呃 大家都想 我是文科嘛 大家都想 像那個 經營課 嗯 韓國的話 比較多的是經營課 還有法律課 比較 嗯 比較 嗯 比較 大家都很喜歡 嗯 不是喜歡 大家都覺得我們要 一定要考這個 科系 科系的 有一些 有一些人是這樣 然後 理科的話 比較多的是醫科 藝術科 然後 第二個是 工程師 嗯 嗯 電腦呀 像一張 像一張圓這樣嗎 Peper Tons Peper Tons 他們兩個就是讀 工程師 啊 Cast 啊 對 就是 離科的話 會有這個 嗯 比較熱鬧的 嗯 課 嗯 還有嗎 蛤 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看資料 嗯 基督宗教在韓國的比例 在人口比例很高 大概 百分之二十五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個 二十五 就是大概四分之一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現象 然後 因為 他 因為基督教跟 基本上跟東方的宗教差滿多 因為他不拜其他神 對 那為什麼 韓國人可以接受 這樣 這樣 西方的宗教 哦 可是我覺得二十五的話 我以為是四十 可是二十五 哦 哦 那我覺得沒有那麼多 哦 可是 嗯 我感覺 基督教的人比較多 或者是 是不是韓國人都是基督教的人 是因為 我覺得基督教的人 聲音比較大 所以很容易聽得到他們在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其他種宗教的話 你 你 不是 哎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教會 或者是 這樣 嗯 我就覺得所以 感覺是基督教比較多 可是其實沒有 嗯 我覺得沒有那麼我想像的多 然後 應該這個的原因是 在韓國的話 呃 幫助韓國軍人的 然後 過了一段時間 美國人 住在 韓國 就是 管什麼東西 那個時候 然後 很多 很多美國的 呃 呃 對對對 對 那個時候 應該是這個原因來 韓國的基督教比較 多 嗯 我覺得我可以 看我的方式 了解的話 就是 因為韓國藝人 也真的是 我覺得是相對來講 我們台灣人的基督教 人口 相對韓國人比較少 就是他們人真的很多 就是你可以清楚的知道 Super Junior的誰是基督教 或是誰誰誰是基督教 而且就是 所以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跟他分享過 就是我在 我那時候07年去韓國的時候 那個車子開在 高速公路的時候 我看下去 就是晚上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紅色十字架 然後對我來講 我很衝擊 怎麼會這麼多 這是很密集的 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講 是非常多 然後他另外剛剛講說 為什麼覺得會很多 可能是因為 他們基督教的人士 是很有權利的 舉例來講就是 那時候 我今年去韓國 參加他們的同志遊行的時候 就是你會發現 他們的萌萌 跟我們的萌萌 也都是基督教 他們也有友善的萌萌 可是 那時候 我有跟他核對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為什麼 韓國 他們的政府 也沒有那麼支持 同志婚姻這件事情 其實是 台灣相對我們還有 可以通過 或是支持這個法案的人口 非常非常多 然後相對政府也 會發生這件事情 可是為什麼韓國 沒有辦法 是因為 韓國的大佬們 或是經濟掌握者 他們很多都是 基督教人口 所以 他們的執政者 也很難 從這個地方下手 就是這個是 我跟 可能跟志瑞 討論的時候 會 有討論到的一個點 就是他們的 基督教人口 掌握了蠻多的 不管是經濟權 還是別的權利 這樣 對 謝謝你的 喔 我覺得可能是相對性來講 還有沒有 另外的問題 好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在旅遊的時候 有看到那個 韓國的媽媽 就是他們對小孩 就是很好 我的那種好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什麼什麼 就是 他們不是完全順著小孩 但是 有給他一個 成長的空間 比起 我常常看到的 台灣媽媽 會對著小孩 你很煩餒 幹什麼 不要吵 這種來說 我所看到的那些 韓國媽媽 或者是韓劇上面 媽媽的形象 這兩者上 是我認識的太粗淺嗎 還是說 那是我的那個 一廂情願的看法 這樣子 那 這個真的要看 因為 我也認識了比較 最近認識的台灣 朋友們 然後有一些人 是有孩子的 然後我就很驚訝 台灣人怎麼這麼對 孩子怎麼這麼好 都是聊天啊 你要不要唱 那個廁所還是 是大人的廁所 你要小孩 這個 有小孩的廁所的話 那我們一起等一下 就 蛤 媽媽完全不會這樣子 我們沒有時間 就去那個廁所 所以我很吃驚 台灣的媽媽怎麼會 怎麼會 孩子 對孩子怎麼這麼熱情 怎麼這麼好 然後 我最近 這個是我最近的問號 是不是我 對韓國的要求比較高 所以沒看到韓國的一些 對孩子好的父母 意思是說我只看到 還沒遇到 或者還沒遇到 就只看到韓國的不好的地方 韓國的要改變的地方 因為我在台灣 比如說 她 她 或者 有的 台灣人覺得韓國的這個地方很好 很好 我也是一樣 台灣的這個地方很好 很好 比韓國好多 已經同性婚 都 都 你們可以 還沒還沒 快要 快要 可能 可能 我最近想的 問自己 問自己的地方 是這個 是不是我對自己的國家要求太 是不是太高 看到了 那也許是因為你是韓國人 所以你會希望韓國更好的地方吧 那也許 對 也許 可是這個真的要看你的爸爸媽媽是怎樣的人 應該是最近的爸爸媽媽比較會跟孩子聊天 嗯 或者是 跟 領導式 領導式 嗯嗯 對 是怎樣 看一下時間 好 還有時間 還有沒有問題 好好好 麥克風請低一下 咦 咦 我是想問說 韓國的 年輕人的 對韓國社會風氣 或者是說 職場文化怎麼想 因為像剛有說 幾乎很多產業都被韓國的大財團 不斷 嗯 那或者是說 也有聽過 韓國人如果大學畢業後不進大財團 就是 價值觀就是必須進大財團 嗯 那我以前去日本打工度假說 我有認識到一個 從韓國來留學的女生 嗯 然後她說她在 她要在日本找工作 她如果在日本找不到好工作 她回台 韓國 絕對找不到好工作 嗯 然後我學姐在澳洲打工度假 然後她認識了很多韓國人 那她先生也是韓國人 嗯 那 他們那一群幾乎沒有人想回韓國 因為好像也是覺得說 回韓國那樣子的緩清 讓他們覺得 可能很失望 或者是很沒有自信 嗯 所以我很好奇說 是不是韓國這樣子的社會風氣是普遍的 嗯嗯 嗯 其實這個是很普 我覺得這個可以說很普遍 最近有 去年 前年有一個 火頭艙 嗯 地獄朝鮮是他們韓國 就是如果你看韓國節目最近 他們會一直講這個 就是年輕人 在韓國很難活啊 就是說雖然他們薪水比我們多很多 可是他們租房子的方式 或是各種物價 物價 他們很難活下去 那這個 智瑞 詳細再講一下 好 嗯 這個的第一日朝鮮的意思是 原來是 不是韓國的大韓民國的以前的名字 是朝鮮 朝鮮 時代嗎 嗯 意思是說 現在的韓國比那個時候更糟糕 所以這個不是韓國 是朝鮮那個時代更一樣 而且跟那個時代一樣 有王 下面是民中 這個差異很明確嗎 好像現在的韓國也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年輕人會 就自己的國家會說 欸 這個是地獄 朝鮮 嗯 所以 就很開玩笑的時候 連開玩笑的時候也會講 欸 黑著聲黑著聲 對對對 這是我覺得是 近六個月的新的詞 對 以前我在看節目的時候還沒有出現這個詞 嗯嗯嗯嗯 所以這個是蠻普遍的 這個可以講 就蠻普遍的一個 呃 現象 然後 呃 呃 低於朝鮮 要不要我們改變一下 然後 最近的話 沒有那麼多人 嗯 呃 已經流行過了一段時間了 嗯 以前是真的到哪裡都有黑著聲黑著聲黑著聲的記者都有 嗯 嗯 可是最近的話 嗯 好像 好一點點 就是 意識有點好一點點 是因為換了總統嗎 可能是吧 可能 很可能 嗯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租房子 就是 因為韓國 因為那也是我之前一直想核對的一個問題 就是 韓國人的租房子跟台灣的不太一樣 就是 為什麼會叫做地域朝鮮 就是韓國租房子有兩種 像我們台灣的話 都是 月租嘛 我們就只有月租這種方法其實 你會簽一年 可是你一個月一個月給你的房東 可是韓國人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 叫做 就是全部 就是 你就準備大概 一百萬台幣 是一百萬台幣喔 然後 你給他 就 你去住這個 就是我們書店 你租這個書店一年 然後你只要直接給他一百萬 然後一年之後你退租的時候 他會把一百萬全部還給你 可是 當初 就是你大四 畢業之後 誰有 就是除非你的爸媽很有錢 你拿來的一百萬可以去租房子 而且那種房子不是你想像的豪宅 就是 一般的套房 或是什麼的那種房子 所以就是 這是一種 然後另外一種他們也是有月租的 可是因為月租的話 那些錢就是你就是沒辦法拿回來的 可是 為什麼他們更喜歡 房東更喜歡一次給很多 不是因為他們可以直接把這筆錢拿去做別的投資 所以他們更就是 prefer這個 叫做全租的一個方式 而且 可是我那時候就有問他說 那會不會全租的房子會比較好 月租的房子就是可能比較爛 然後他就說 你是要看 就是要看你找到的那個 房東對你好不好這樣 可是我覺得 我自己就是七八月去完韓國之後 就會發現台灣好像 就我之前看了很多韓劇或是韓國節目也是會對韓國很有憧憬 可是你去完之後 因為像我也是非典型的台灣人 可能我也沒有一個正 我也不是那種很正直的工作者 就是比較 特別的那種生活方式的人 我就以我這樣的方式活著的人 比較能在台灣活下去 如果像我這樣的人就是在韓國 我就 除非要一個有錢的爸媽 不然你真的是活不下去 而且你要打工你也找不到有趣的工作 就是你真的就只能去連鎖業就是工作 對就是這是我自己的觀察 這樣對對對 地域朝鮮 就是台灣有比較一點好好好一點的希望 相對來說 嗯 還有加一點點你的解釋的話 那個全租的 最近以前是大家都會用全租的來租房子 因為這個是我的我的念 好像我的年代也有一些這個 可能我 我有這個概念 是月子是不是沒有拿到錢的 你就是浪費錢的感覺 嗯 所以我的爸爸媽媽也是一樣 就是要用全租來做房子 比較好像你可以以後拿到一筆錢回 找其他的房子 房子 嗯 有這個可能的理由是 因為以前的以前銀行在利潤比較高 所以你就用那個利潤來做月租啊 這個房東會用那個理潤來做月租 所以會做這個這個房子來做房子 可是最近利潤不好 不好 所以他們更喜歡月租 對對對 因為等於說以前可以拿一百萬去得到很多利息嗎 利息 對對對 可是最近就是那個經濟整個都很不好這樣 對對對 因為像智瑞他之後是想要就是繼續在台灣 他也是不想要回就是韓國 因為那時候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學妹在韓國度假打工 然後我也是發現說就是他要租房子的時候 他覺得他竟然要拿出一百萬的時候 他的在韓國的朋友竟然可以借他一百萬去租房子 因為他可能這樣的房子他可以租到比較好的房子 而且台北的或是台灣的房子有另外一種 就是台灣比較沒有在租地下室 可是如果你有在追蹤一些韓國藝人 有一些韓國藝人是出生很貧窮的話 他們一開始就是還沒有賺到很多錢的時候 他們是住在那種地下室 然後那種地下室就是沒有辦法看到陽光的那種 就是他們的房子 而且那種還是很貴喔 那種也不會是便宜的 或是烏塔房 韓劇女主角最喜歡住在烏塔房的 就是餅樓加蓋 他說那個也不好 像我剛剛說我好想住看看 我不知道為什麼用那個來就做韓劇 因為沒有那麼多人 也沒有那麼多人住在那個地方 就是可能夏天很熱冬天 對啊冬天很冷夏天很熱 應該是這個也是幻想吧 對對對看韓劇是不太好的 要多看韓國節目 可以跟韓國節目 balance一下 好 他們最後一個問題 好 我想要請問的是就是 韓國人看台灣是怎麼樣想法 台灣這個國家或是台灣的人們 因為像我自己對韓國其實並不是很了解 可是我覺得台灣就是 對韓國有各種很複雜的情節 包含在流行文化上 年輕人是非常非常哈韓的 但是在經濟上我們的政府 或者是一些把持經濟的人都會說 阿台灣以前跟韓國都是四小龍阿 現在你看韓國怎麼樣阿 台灣現在怎麼樣 然後他們這樣比 然後就會有人出來說 阿韓國現在根本沒有把台灣看在眼裡 我們自己比真的是讓自己難堪而已 然後包含 還有說比如說在國際競賽的時候 常常也會有台灣 對於韓國是有一些惡言的 像這樣就是 我想要好奇就是 台灣對韓國有很多奇怪的情節 那不知道韓國對於台灣這些國家 或是人們是怎麼樣的感覺 然後我身邊也還是有很多人是 韓國的東西就不會買的 像我爸就是 像我也是喔 對 我雖然看很多韓國節目 可是我覺得要學習韓國的精神 我們要買台灣的東西 對 所以我是不 我就是盡量不買 我是不買韓國的東西 盡量真的 就會覺得 我已經花多少時間在你身上了 那我不想要那個 而且就是我覺得 他們韓國的精神都要學起來是什麼 抗一個精神說 這就要學起來 可是 不能再購買他的東西 你不覺得 他們賺不太多錢 就是 那從韓國人身上學到的 我自己是這樣 韓國 對台灣的印象喔 這個是我個人的了解 有一部分的 比如說 當軍人的男人的話 對台灣還是有一些比賽的感覺 就台灣是怎麼樣 或者是 就是我在網站看的 我不知道其他我的朋友們會覺得怎麼樣 因為 沒有講到 你對美國的印象是什麼 你對台灣的印象是什麼 一般朋友之前不會講到這個東西 可是我跟我的女的朋友之前的話 很會講到其他國家 因為我們都喜歡旅行 旅遊 所以大家都在找一些去哪個地方好玩 哪個地方好 然後最近 有一個節目叫做花洋爺爺 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 對 那個時候 他們去 他們來台灣 去北陀 當學 他們住在那個 你可以解釋一下那個節目嗎 有人控告花洋爺爺 羅匹弟一日三餐 然後就是各種 就是他是韓國非常有名的 很新型態的製作人 他就是每次影餐廳 最近很有名的影餐廳 他就是在開發很新的節目的人 然後他一開始其實是 有點像是在 有線電視台工作的人 然後之後他跳槽到 就是無線 就無線電視台 所以他自己開發了 根本也可能不知道收視率會長怎樣的節目 然後他有一個節目叫做花洋爺 就是四個 你可以看到韓劇裡面 古裝劇的皇帝的那種 那種爺爺 大概平均78歲 然後他們的旅行 就是讓他們 那78歲的四個爺爺 他們是背包客 然後要去歐洲旅行 然後有一次他們的旅行是來台灣 然後所以就是他們來台灣 是住在 台師大那個捷運站叫什麼 台電大老 他們是住在台電大老 一個一個Hustle這樣 然後之後他們就旅程 就是他們喜歡吃芒果冰啊 然後去北投 然後去九份嗎 就是反正 對 韓國人看完那個節目之後 為什麼現在台灣有非常多韓國人 其實是因為那個節目 然後台灣的觀光局就是 為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製作人 就是那個 台灣的觀光局還發了一個 就是很像 就是感謝他的 他還特別就是邀請他 就是來感謝他 因為那個節目韓國人非常非常多 就是來台灣玩 永康街原本沒有那麼多芒果冰店的 就是也是因為韓國人特別喜愛 然後對 然後 因為在韓國沒有芒果 可不可能講 就不可能吃到 對 可是他們我朋友說最近韓國也種得出來鳳梨的 就是因為 因為那個氣候變淺 雖然比較難吃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播到那個節目以後 對台灣感興趣的女人比較多 而且寫部落格的人也蠻多 然後韓國女 韓國年輕人旅遊的時候 經常看那個部落格來 決定要去哪裡 對 所以有一個人寫一個 某一個地方的話 大家都最那個寫一下寫一下 寫一下然後 然後多加多去參加或者看那個地方 對 中正地獵堂啊 就是各種 小籠包啊 對不對小籠包 然後 牛嘎 牛嘎 牛嘎糖 嗯 嗯 所以 最近的話 你比較年輕人對台灣 就 印象是 欸 就去 嗯 就去台灣玩 一起玩 就這樣的印象 好像是 嗯 可是是這個節目的關係 就是 讓很多韓國人會來台灣 對 就是你的觀察也是這樣 我的觀察也是這樣 就節目播了以後 因為就很 知道這個國家是怎麼樣 好像我也想去看看 而且很近 而且那個飛機的時間也沒有那麼長 所以 就是上班族來說很容易決定 欸 要不要去台灣 兩天三夜玩 就 禮拜五就去 禮拜天回來 就這樣 所以 大部分的韓國人 都是在台北玩 不可能去別的地方 台南呀 我喜歡台東 不可能 沒有時間去台東 因為 就是 時間 他們來的時間 比較短 嗯 是這樣 然後 最近 啊 這個是我 個人的感覺 以前 我爸爸媽媽的時候 都要買三星的 因為是為了 三星的不是韓國的品牌吧 所以大家都覺得 三星很好 三星很好 或者是 應該是說 就是 好像 愛國心 愛國心 或者是 這個公司太可憐了 就沒有 可憐 對 就是以前啊 以前 我們要幫助這個 幫助要這個企業來 澎湃發展 所以會買這個 原來是這樣 對 好像 嗯 不是因為三星很好 哈哈 我們知道一些秘星 好像 啊 可是真的最近的他們的 他們做的 好一點點 可是 最近的年輕人 尤其是我的 我們朋友之間 沒有看到 這個是不是韓國做的 made in Korea 我們不care 因為 反正你 你 比如說三星 不是在韓國 都是工廠搬到別的地方 就是為 我們已經都知道 買三星 不等於是 就幫助 韓國的 經濟啊 就 其他我們親戚的人 所以 大概我的朋友們的話 都不在意 你是用三星的手機 還是iPhone 要看你喜歡哪一種的 軟機啊 可是韓劇裡面真的 除了三星或是LG之外 只要出現iPhone 或是 Apple的話 他就會死都要打馬賽克 真的 真的你可以發現就是 那個 他就會把它 遮住啊 或是什麼 啊 很嚴重 是要看你的 呃 那個 是哪一個 因為沒有 sponsor的話 你不可能 就講一下 這個 你的電腦 你的手機什麼 因為這個是 簡介 韓交 廣告 廣告 廣告的關係 可是 你是已經拿到了 sponsor的話 你要 就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哪裡 對 然後 因為是韓 韓國 韓國企業來 sponsor的比較多 所以裡面的東西 比較多的是韓國東西 嗯 我在韓國的時候 就是看店的時候 就是在台灣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Apple的廣告 因為台灣人很買單 Apple 韓國的廣告很多 Apple的廣告喔 對 因為他們可能 還是比較喜歡用 他們的品牌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是 今天大概到這裡 然後之後如果 就我們還會有 後續的不同的講座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 再 歡迎大家來 聽點講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還有我留了那個 阿對對對 指的意思是 你今天 聽完了以後 感覺怎麼樣 或者是 你可以 寫一下 你的意見 或者下一個 是怎麼樣 就是 你的想法 因為我想知道 你們 聽了以後 感覺是怎麼樣 有 有時間的話 可以 留給我 一個 你的印象 好 謝謝謝謝 或者私訊我們也可以 對對對 謝謝 參考 謝謝